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城市语言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城市语言电视教学的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 我们所要播放的主题是 比较与决策 这是流程控制的第一个部分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总共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我们要讲解的是if指令 在if指令讲完以后 我们在第二个部分要讲的是 if else的指令 接着为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潮状的if else指令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段 为各位同学所说明的是 switch case的指令 那以下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部分 那就是if指令 在电脑的资料处理里面 比较与决策 比较与决策 比较与决策是常见的状况 比如说我们常常要比较资料的大小 比较以后呢 要决定要选择哪几个方案 或者是第几个方案 因此比较之后就是做选择 然后决策呢 当然我们就是要看一看 我到底要重复性的做哪一些工作 我要做几次 什么时候要结束 在c跟c++语言里面 我们做比较之后的选择的叙述跟指令 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呢 我们称它叫做单一的选择 那换句话说 你只有一个叙述 这个叙述呢 我必须要看看我的条件 去做比较以后再来决定 第二个我们称为双向的选择 那也就是说 如果某一个叙述 它是成立的 我就执行某一个指令 如果不成立 我就执行另外一个指令 第三种我们称它叫做多项的选择 什么叫做多项的选择 根据你的表示式来决定 到底我有几种可能 我必须要执行 比如说它是一个多选一 或者是一个多选多的一个情境 那底下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种 我们称为单一的选择 那单一的选择就是if的指令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叫做if的指令 if的指令 基本上它是可以写成像我们电视画面上所看到的 它是一个if后面括号表示式 然后你就必须要去执行第一个指令 那这个指令通常可能是一个 也有可能是好几个 如果你的表示式 这个表示式可能是一个运算式 如果它是为真或者是不是零 所以同学们要特别注意 如果它是一个运算式 那不是零 那就表示为真 那你就会去执行后面的叙述 那如果相反的 它是为零或者是不为真 那就是为伪 那么我们就不会去执行 后面的叙述式 然后就跳到下一个指令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用下个例子来看 如果说if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表示式 如果x大于10 那代表这个小括号里面的运算式 它是为真 那后面printf的指令 你就会去执行 那如果说你这个f并没有大于 那换句话说 它没有大于10 就是等于10或者是小于10 那后面这个printf的指令 它就会跳过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较 然后选择的一个指令 这种指令 我们在这个电脑里面 常常会使用 那以下我们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希望能够输进去 三个三角形的三边长 xy跟g 来判断xy跟z 是不是会构成一个三角形 那也就是说 两边核一定会大于第三边 这个我想各位同学在从国小 就已经学过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来 把这样的一个问题 把它写成一个电脑的程式 那我们就来看看下面电脑的程式 在程式3-1里面 我们定义了三个伏点数 xy跟z 然后接着我们希望能够从电脑键盘输进去三个值 xy跟z 那这三个值我们假设你是要输进去三角形的三个边 那我们就接着来检查 我们来检查看看这个小括号里面 是不是任两边核大于第三边 任两边核大于第三边 任两边核大于第三边 如果是 我们说这是一个有效的三角形 那如果不是 同学们记得 我们在以前的讲是讲过一个非 如果说这个不成立 那也就是说不成立它一定是什么 它一定是唯唯或者是一个不唯一 是一个零的一个值 那我们就会去看一下 它的printf出来就是无效的资料 那我们实际上把这样的一个程式 我们把它编译然后执行 那我们从小就知道了 3跟4跟5 它会构成一个有效的直角三角形 那我们就输进去3 4跟5 那我们发现我们的电脑程式告诉我们说 这是一个有效的资料 这是valid data 那假如说我们重新再执行 我重新再执行 我说我输进去一个2 一个3 一个5 那我们知道2加3有没有大于5 没有 那我们按下enter以后 它会告诉你什么 它会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无效的资料 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有效的三角形 所以这个例子让同学们非常了解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让同学知道说if的指令怎么运用 那有些时候我们事实上这个if指令后面的叙述不会只有一个 我们就看下一个程式 在if的指令后面不会有一个的时候我们称它叫做什么 多重叙述 所以这样的一个表示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一次执行好几个指令 那讲完了这一个部分我们就讲完了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今天的第二个单元是要谈的是if else的指令 那不像前面的if指令 if else的指令提供我们双向的选择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来 我们刚有讲到if else的指令 它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一种指令 这样的双向选择让我们不必向前面if指令里面 我非得要用连续两个if的指令来执行 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刚刚的例子 假如说一个三角形 我们非得要用一个if的指令 那不是非常的不方便吗 所以我们以下介绍的是if else的指令 那if else的指令它的语法就像电视上所看到的 一个if括号表示是 那如果表示是为真 那它当然就会执行了这一个第一个指令 那如果表示是为为 它就执行下一个指令 所以第一个指令是它为真的时候 它会执行的 那第二个指令呢 它是为为的时候它会执行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课本上的例子 三之二 那这个程式里面跟前面的程式一模一样 差距在哪里 差距是说我们前面的程式是用两个 用两个if指令 我们现在用一个什么 if else的指令 所以这个叙述是如果为真 那我们就会用执行这个printf的指令 如果不为真 那回想一下我们前面的程式用一个非 有没有 我们现在不必了 我就直接用if else指令 如果它不为真 我就执行这个指令 那相同的我们把这个程式呢 编译然后执行 那我们一样 我们用正确的三角形的资料进去 它告诉我说 这是一个有效的三角形 那假如说我们重新再执行一次 我们用一个不正确的三角形 比如说2跟3跟5 它不是一个三角形的三边 它不是三边 来 我们发现 打进去以后 电脑程式会告诉我们说 它不是一个有效的三角形的资料 那有些时候 我们事实上会发现 初学者他常常会把if else 疏忽造成else的混淆 那什么叫做else的混淆 我们看课本上面的程式P3之3 这个程式 那程式P3之3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变数 定一个变数叫整数是age 就是年龄 那希望由键盘输进去你的年龄 那输进去要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年龄 我来判断你是年轻人还是老人 好 这下问题来了 同学们特别注意 我有一个if指令 我有一个if else的指令 可是这种写法 你会发现说 这个if跟这个else是合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if却是独立的 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例子的写法 在很容易让我们误会 else是跟这个else 是跟这个if是对应的 那其实真正在编译的时候 这个else却跟它最接近的if 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else 他会去看是不是最接近的if 如果是 那他就是跟他连在一起 那这个if反而是一个什么 独立的一个if指令 所以这样的一个程式 实际上是我们课本上面 课本上面P3之4 这个程式才对 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我这个else 我事实上是怎么样 把它往后移 那其实它的效果 不是因为你往后移 而是你往后移以后 跟最接近的这个if连在一起 你才会读起来 会顺理成章的 知道说这个if跟这个else 是成对的 然后这个if是自然 自己独立的 所以同学们 你要好好的去注意一下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在撰写你的程式的时候 我们会自动的把它怎么样 把它往后移 这是第一层的if 这是第二层的if 那既然这个else 是跟if在一起 那我们当然 也会把这个else怎么样 往后移 让这个if跟这个else 是怎么样 是对齐的 所以这个程式 最主要是让同学们知道说 如果说你不把它对齐 你在读这个程式的时候 会以为 跟前面的程式一样 会以为这个if 跟这个else是对齐的 那其实不是这样子 那有些时候 我就是硬是要把这个if 里面 后面还有一个if 我就是一定要把这个if 放在这里 那我又 这边有一个else 我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改善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是可以 用大括号来解决的 那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程式 改良成为什么 p3-5这一个程式 在这个程式里面 同学们就可以看得到 我用大括号 这个大括号里面的范围 就是if为真的时候 它才会执行 这个if对照着这个else 如果这个不成立 这个表示是不成立 那我就必须要 把这个执行了 把这个printf执行了 那如果这个表示是成立了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用这个来执行 这个if else的指定 所以利用大括号 是可以把这个if else的结构 执行的方式做改变 所以在这个程式的情境 就是说if跟这个else 是怎么样 是一对的 然后这个if跟这个else 是一对的 因为我们已经用大括号 把这个整个刮起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原先的if else 使得什么 第一个叙述 整个大括号都是 那下面就是第二个叙述 那我们接着呢 把这个程式编译跟执行 那假如说某一个人 他的年龄要输进去的是35 那按下Enter以后 在刚刚电脑程式的分类 它是一样 这一个类别 那我们就可以再按任一个键 结束这一个程式 那事实上 刚刚的例子是告诉我们 你可以用大括号来改善 你的if else 必须要对齐的问题 那以下我们再用一个例子 来为各位同学说明 假如说我们要计算 每个礼拜的薪资的总额 那希望能够键盘里面 输入每周的工作时数 跟每一个小时的薪资的金额 当然我们知道 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的时候 那超出的部分就算加班的时数 所以加班的薪资 费率应该是正常薪资的1.5倍 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情境 写在我们电脑程式的P3-6 在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定义了几个变数 然后我们从键盘输入 你的工作的时数 跟你的这个时薪 然后我们利用一个 if else的指令 来判断你的加班时数 是不是有存在 如果小于40 你的加班时数就多少 零 所以这是一个 if else指令的一个运用 用完了这个if else指令 我们就要去算 你正常的薪水跟你 最后的薪水 是由正常的薪水 乘上你的费率 再加上你的加班的时数 乘上费率 再乘上什么 1.5倍 那我们把这个尝试 这个编译 然后执行 那假设某一个人 他这个礼拜工作的 45个小时 他每个小时的薪水是320块 那我们就可以帮他算出来 他的这个礼拜 应该拿的薪资是多少 15200块 所以这个例子 可以告诉我们 if else的指令 要怎么运用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另外一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要去 输入两个时数 来相处 来得到结果 那这程式就很简单 可是我们要先看看 我的除数是不是为0 如果除数为0 我可不可以算 当然不能算 那我们再看一下程式 3-7这个程式 我们定义两个浮点数 这个是什么 被除数 这个是除数 那分别用scanf 把它怎么样 从键盘读进来 接着我们一样 用一个if else的指令 那这个if else的指令 我们先看 我们刚刚讲过 我的除数可不可以为0 不可以为0 我先检查除数是否为0 如果除数是为0 我就执行这个指令 如果除数不为0 我就直接地去怎么样 去计算 我之后的这个值是多少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多少 那我们实际执行 这一个程式 假设我的被除数是6 那我的这个除数是3 那它会告诉你结果是2 那假如我们重新再看一下 那除数为0 会不会检查得出来 被除数是6 那我的除数是0 然后呢 它告诉我说 对不起 我不能帮你算结果 因为你的除数是0 所以这个例子也是一个 if else指令的一个运用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程式 假如说我们去搭计程车 那搭计程车的时候 那它到底怎么跟我们算车钱的 除了时间的因素以外 正常如果按车程 那我们怎么算的 我们来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程式 P3-8 在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定义一样 两个整数 然后接着呢 这个d 我们现在算什么 你乘车的距离 那我们有一个马表 去算你总共 计程车开多久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啦 我用一个if else的指令 那我们说 基本的里程是1250公尺 在1250公尺以内 我的基本的费用是70块 那如果大于1250公尺呢 那它就是70块 加上什么 你的里程减掉1250 这是基本里程 超过基本里程 每250公尺要加收5块 每250公尺加收5块 所以我们把这个结果算出来 就是什么 它计程车司机要给你加钱的 那当然如果你开行李箱 各式各样额外的服务 它还是会加钱 所以我们这里只算里程的时候 它就会把里程告诉你 这个结果是多少 那我们把这个城市编译执行 假设你今天从某一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总共搭了6公里 那就是6000公尺了 那6公里到底它会跟你收多少钱 没有额外费用 也没有加时 那它会跟你收165块 这个城市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说 if else指令 事实上可以帮你计算很多的这一个结果 那假如说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东西 就是说if else的指令 如果你有好几个叙述要执行 就像刚刚的程式一样 跟刚刚的程式一样 我们要if里面有好几个叙述 else下面也有好几个叙述 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什么 大括号把它给怎么样 刮起来 当表示是为真的时候 它会执行if指令的部分 那如果表示是为为的时候 那就会执行else的指令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先休息一下 接着再讲今天的第三个部分 我们回到节目里面 来看今天的第三个部分 今天节目的第三个部分 是朝状if的指令 到底什么叫做朝状if的指令 朝状if的指令是指的说 if的部分 或者是else的部分 有什么 有另外一个if的指令 或者是else部分 有另外一个if的指令 那它的表示方法 就像我们电视上面这一个图 从这个流程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是一个if 再加if 再加if的指令 可是最后一个if 最内圈的if 它有一个else的指令 第二圈的if 也有这个else的指令 最后最外圈的if 也有一个else的指令 所以从这个图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所有的else 都要跟它最接近的if 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从这个流程图 我们知道说 只有条件一 二 三都成立 一 二 三都成立 都是为真的时候 它才会执行叙述第一个 那如果是一跟二成立 那它会执行哪一个 它会执行第二个叙述 那换句话说 第三个条件没有成立了 对不对 那如果是只有第一个条件成立 第二 第三不成立的时候 它会执行哪一个 它会直接地去执行第三个 那如果说第一个条件 这一个都不成立了 那它当然没有选择 直接跳最下面的else的指令 所以我们这种 我们称它叫做 第一种形态的朝状if的指令 那这种程式 我们就用课本的三之九来做说明 那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假如说 利用的一 二 三 三个if else 所以根据刚刚的讲法 这个成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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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执行这个指令 那如果前两个成立 这个不成立 那它会执行这个指令 那如果只有第一个成立 它会执行哪一个 执行这个指令 那如果连第一个都不成立 它会执行哪一个 这个指令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我是好几个if else 绑在一起 那我们必须要 仔细地去看说 到底什么情况之下 才会成立 那我们执行编译 这个程式 那假如说 我的rate 我的这个率 是2.5 那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范围是什么 大于什么 大于你的范围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在程式里面 我们事实上 用三个if else 所以它必须要大于0.2 大于0.4 大于1.0 那它就会出现什么 the rate is out of range 那我们刚刚输进去的是2.5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出来的结果就是 the rate is out of range 好 这是第一种的 这一个 潮状if指令 那事实上 潮状if指令 还有第二种的形式 那第二种形式就是说 你先把if else都跟得很紧 第一个if后面有else 第二个if后面有else 第三个if后面也有else 所以当条件 这个1的时候是成立 那我们就执行第一个叙述 条件1不成立 条件2成立 那我们就执行第二个叙述 条件1跟2都不成立 然后条件3是成立的 我们就执行第三个叙述 假如所有的条件都不成立 我们就执行第四个叙述 所以这是两种的 不同的这一个 形式的潮状if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程式3之10 你可以看得到 这是第一另外一种的 这种潮状if的指定 那我们注意一下 这两种的潮状if的指定 它事实上只是不同的形式 不代表所有的潮状if的指令 那同学们必须根据你的问题 来设计你的潮状if的指令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部分 那接下来同学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第四个部分 那就是switch case的指令 那switch case 除了我们前面的潮状if指令 可以表达多项的选择以外 switch case指令 也可以来做相同的工作 那底下我们就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switch case switch case就看你的表示事的结果 来决定你是哪一种形式 它可能是好几个 也可能是这几个里面选一个 那如果是这几个选一个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都加上什么break的指令 那它先衡量表示事 看表示事的结果 再来看看它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本上程式 p3-12 假如说我们要输进去不同的值 比如说从1到7 我们输进去要知道 它今天是礼拜几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因为它是多选1 所以它后面都有一个break 根据你输进去的k 来决定今天是礼拜几 星期几 那我们把这个程式 编译跟执行 那假如说今天是礼拜三 我输进去是这一周的第三天 那它会告诉我说 它是wednesday 那它为什么不会 后面的通通一直执行呢 因为我有一个break 这样的指令 同学们特别注意 我有一个break的指令 所以它后面通通不会执行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输进去星期的数字 然后电脑会帮你判定星期别 那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在switch case的这个指令里面 这个表示式中的表示式 不一定是变数 它也可以是什么 是一个运算式 所以同时这个switch case的这个指令 也可以变成是什么 一个潮状的指令 那今天为各位同学说明了 流程控制的第一个部分 那就是比较跟决策 我们说明了四个项目 if的指令 if else的指令 潮状if的指令 跟switch case的指令 那我们下次再为各位同学介绍 流程控制的第二个部分 是回圈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